感谢天使得 感谢上方慈悲 让后学有机会来跟各位分享报告这一堂课 幸福人生如何营造 幸福人生如何营造 各位浅显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幸福的人生 那幸福人生也是需要用方法 用技巧来营造的 幸福人生不可能凭空由天上掉下来 各位浅显 假设你的人生过得很幸福 后学恭喜你 假设你的人生过得还不是很如意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不断的学习 甚至不断的营造当中 让你也拥有幸福的人生 那么我们如何让自己拥有幸福的人生呢 后学就用先佛 用圣贤的智慧来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后学要用圣贤跟先佛的智慧来跟各位分享呢 各位浅贤 因为圣贤他所讲的话 毕竟经过时间跟空间的这个淬炼 所以他的话值得我们用心来推敲 那么先佛他所讲的那些话语也一样如此 所以有人形容什么叫做先 先就是一个人在高点 在山上 各位浅贤 你把那先字写看看 一个人在高点 在山上叫做先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在高点 在低点 你写看看 一个人在低点 叫做俗人 在高点 就是先 所以先是人在高点 那什么叫做佛呢 佛就是人 一个福 人福 简单讲 不是人就是佛 那怎么形容 为什么圣贤 他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 所以我们汉语的字真的是非常有智慧 每一个字都充满的圣贤的智慧 因为人所思所想都是自己 那佛呢 佛是慈悲的 他所思所想都是别人 所以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佛 所以各位前贤 圣贤先佛 他毕竟他所讲的话 可以让我们达到幸福人生的境界 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透过本文里面 不断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回到本文里面 我们一起来探讨 幸福人生如何营造 第一 当一个人怀疑自己时 他忘了建立自信是一种习惯 各位前选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时候在怀疑自己 有时候怀疑自己说 我现在的所做的这个方法 选择到底对不对 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到底对不对 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些决定 到底对不对 当你在怀疑自己的时候 各位前选 用圣贤先佛的智慧 你就拿来分享一下 圣贤先佛的智慧 他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你在怀疑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真的 谁不会怀疑自己 所以当你在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马上要闪过一个念头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自信 你要建立自信 让这样养成一种习惯 若你没有建立自信 让自己养成习惯 你的怀疑自己 尤其是现代人 科技进步得太快了 我们很快的就被这个潮流 就直接这样推到旁边去了 人家说这个沙滩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一波一波的海浪 一波一波的海浪当中 五行当中就把人推向另外一边 所以各位前选 我们一定要随时让自己建立自信 让建立自信养成一种习惯 你自然而然 你就不会再怀疑自己 我们继续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来探讨 所以因为一颗心愿真诚向道 因为一个念愿化整同胞 所以心中不再煎熬 所以前程不再虚描 我只要建道成道 我只要用力追跑 各位前选 你建立好习惯了 修道修心 伴道尽心 所以你要让自己的信武人生 真正能够长久维持下去 要让自己的心愿真诚向道 道就是真理 道就是让我们往真理的道路上去走 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非常真诚 真诚就是不假 你不假当中向道 自然而然 有人这么形容 为什么我眼前有阴影 当你眼前有阴影的时候 因为你是背向阳光 隔前前 注意看喔 太阳都在后面 你前面就是阴影 当我们面向阳光 面向太阳的时候 你的阴影在哪里 就是在后面 所以我们要一颗心真诚向道 一个念随时随地起了慈悲心的念头 愿意去帮助别人 愿意去帮助别人 人家说 民报物语 积弱福情 为什么现在的世界会纷乱 因为大家都是以强凌弱 强的国家 凄乎弱小的国家 当然我们整个时局会不稳定 我们假设每一个领导人 都能够学习圣贤的智慧 寄弱福情 也就是帮助弱小者 然后今天假设他没能力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帮助他 自然而然 我们把每一个人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自然你在帮助别人当中 你的内心里面是非常的踏实的 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觉得干戈不入 你会觉得煎熬 当你有煎熬的时候 你的虔诚自然 你就会看不到你的前面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见到成道 我们一定要随时有悲天悯人的心 所以各位浅显 幸福人生的营造 完全是站在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 当你愿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有这样真诚向道的心 自然而然你的幸福人生垂手可得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继续来探讨 二 当一个人工作低迷时 他忘了自我鼓励是一种习惯 各位前选 你有没有常常自我鼓励一下 当你的工作低迷低潮时 何往鼓励一下 让自我鼓励养成习惯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来探讨 所以修道一步一步走 道理一点一点听 脾气一向一向改 礼节一变一变学 善事一天一天做 先佛保你成佛有余 各位 前选了 我们老一辈的人多常能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 修行不怕慢 只怕善 我们要进入信物的人生 我们要让自己的信物人生 能够永远下去 拥有它 就跟修行人一样 一步一步走 踩文脚步 脚踏实地 道理一点一点听 人家说我们忠言逆耳 良药苦口 我们道理听一次不懂 多听几次 书读千遍 其意志现 一段文章看不懂 一段圣贤先佛的语录 看不懂 我们多看几次 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心领神会 人终究有脾气 我们每次在听课当中 一次的听课 慢慢的把脾气一向一向的改 学礼节 学很多的事情 我们一遍一遍的慢慢学 自然而然我们就会了 所以各位做善事一样 一天一天慢慢做 人家说行善之人如春远之草 不见其长日有所争 所以我们的做善事一样 日行一善 学习童子君日行一善 一天做一件善事没什么 可是各位浅显累计一年 你就至少365件善事 不简单 我们只要慢慢的日积月累 堆积而成 先佛吃飞 自然能够保佑我们 自然而然 我们也可以跟圣贤先佛一样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继续来探讨 三 当一个人生活枯燥时 他忘了用心体会是一种习惯 各位前学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生活一成不变 每天起床都做同样的事情 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有时候后学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马上让自己的心境一转变 虽然每天一成不变的同样的生活模式 可是各位你用心去体会 让用心体会变成一种习惯 你的生活就不会再枯燥无味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继续来探讨 所以要互相体谅 一和同月 正面祝福化万难 互相信任立和同君 公连正义大任丹 互相扶持戒和同修 共事共事共圆满 各位前学 为什么你的生活会箍燥无味 因为你会觉得是一成不变 因为你每天遇到的那些人事物 各位前行 用心体会 自然而然你在互相体谅当中 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共鸣的现象 不期望别人体谅我们 但至少我们要体谅别人 体谅组织 当你体谅别人体谅组织当中 大家产生共鸣 自然而然就会有正面的祝福 来帮你排除万难 我们在组织里面 我们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当中 你要跟别人取得互相的信任 但要互相的信任当中 自然而然立和同君 自然而然我们能够展现公连正义 我们能够扛起重责大任 各位前行 你会生活枯燥 我们一定要跟你每天所面对的人事物 互相扶持 当你在互相扶持当中 自然而然就可以戒合同修 大家一起来自然能够产生共识 共识 第一个共识是知识的识 在组织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自然而然大家就能够一起共识 接下来的识是事情的识 各位前行 记得哦 共识 共识 共圆满 第一个识是知识的识 第二个识是共同做事的识 各位前行 你看涉嫌的智慧 当我们能够秉持这样的互相体谅 互相信任 互相扶持 各位前行 你的生活绝对非常的风趣 不会再枯造无畏的 你就不会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了 各位前行 试着做看看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继续探讨 第四点 当一个人惊慌失措时 他忘了勇敢承担是一种习惯 各位前行 圣贤照字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在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 简单讲就是一个怕字 什么叫怕 看圣贤照字告诉我们 怕怎么写 心白 心中空白就会怕 为什么 心中空白就是不知道 当你面对不知道的事情 你会怕 你会惊慌失措 这个时间 我们一定要勇敢承担 当你在勇敢承担的时候 你承担起来 你让勇敢承担 变成一种习惯 它是对峙你怕最重要的 因为你想要勇敢承担 你必须让自己学习 让自己知道 当你不断的学习 知道的时候 你心中不再空白 自然而然就不会怕 有没有道理 说各位前行 当你惊慌失措 你对不知道的事情你会怕的时候 你要记得勇敢承担 勇敢学习 当你想承担 自然就会觉得不够 有没有 有就这么讲 输到用时荒恨少 为什么输到用时荒恨少 因为你觉得不够 因为你想承担当中 你发现不够 不够当中你避免让自己惊慌失措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养成学习的习惯 就是这样 当你养成学习的习惯 你把学习 把承担变成习惯 你就不会惊慌失措 你就不会再怕 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继续来探讨 所以做事要有敏键的觉知 主动不畏 责任承担 共服援 修办要有破例决心 使命重大 人我度化 其缓天 各位前贤 我们为人处事 一定要非常的敏锐 你要有那种感动 你要有觉知的心 也就是在组织里面 你要随时主动补卫 责任承担 服援补缺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 上善若水 服援补缺 你有这样的敏锐 觉知 主动补卫 各位前贤 自然而然 你就会展现破例跟决心 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承担使命 各位前贤 为什么我们要主动补卫 为什么我们要服援补缺 因为我们在主动补卫当中 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位置需要我 各位前贤 有时候我们人会有那种茫然 总是觉得 我就是一定要坐在那个位置上 各位 你要记得 一台非常精准的机器 它能够启动 虽然是小螺丝钉 但少了它 它仍然没有办法 能够顺利的启动 在庞大的组织当中 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 能够具足一切 学习一切 纵使把你放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都能够把它做得圆满 我们都能够服援补卷 我们都能够主动补卫 我们都能够随时随地 展现自己的决心跟破例 我可以 后学可以 我一定可以把那个工作 那个任务把它圆满 各位前贤 你想象一下 当你主动补卫 你在扮演忽怨不缺的角色的时候 你需要多少的勇气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勇气 因为你不断的在学习 因为你不断的在成长 自然你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 你有这样的使命 你有这样的敏锐觉知 自然而然 你的幸福人生就不用担心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来探讨 五 当一个人推却责任时 他忘了万全准备 是一种习惯 各位前写 孔明草船借鉴 大家都形容他很厉害 可是记得 孔明他凭什么可以草船借鉴 因为他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各位前写 他是早就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当中 只欠东风 所以我们随时随地 有这一种准备好了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各位前写 承担责任是刚刚好而已 一般人为什么会把责任推掉 为什么一般人会推却责任呢 因为他觉得不够 我没有准备好 所以所有可以让你有机会 来改变自己 改变家庭 改变组织 改变社会 你就不敢承担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 诸葛孔明他的草船借鉴 在草船借鉴的前提是 他已经万事俱备 自然而然你就不会推却责任 也就是让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样的准备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承担使命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来探讨 所以要先充实自己 才能战胜自己 先爱惜自己 才能庄严自己 先栽培自己 才能重用自己 先忘记自己 才能成就自己 各位前行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重拾自己 爱惜自己 栽培自己 还要忘记自己 当你在充实自己的时候 你才能够战胜自己 人家说圣贤跟英雄的差别在哪里 各位前行 你知道圣贤跟英雄的差别在哪里 英雄是打败别人 圣贤呢 圣贤他不打败别人 他是战胜自己 各位前行 真正有修为的圣贤先佛 他们都是不断地战胜自己 不断地挑战自己 再战胜自己 因为你为了要战胜自己 你必须要充实自己 你必须要爱惜自己 你必须要庄严自己 你必须要栽培自己 而且你要重用自己 当你能够做到这一些的时候 你还要忘记自己 各位前行 有没有后期讲了那么多的自己 你有没有搞混掉 后期再重复一次 英雄是打败别人 圣贤是战胜自己 你要战胜自己 你想要拥有幸福的人生 各位前行 试着战胜自己 那你要战胜自己之前 第一个要先充实自己 要爱惜自己 要庄严自己 要栽培自己 接下来你要重用自己 最后你还要忘记自己 为什么忘记 其实你已经做到忘我的境界 也就是把这些事情养成习惯 习惯成自然 所以圣贤告诉我们 叫我们人 我们人是跟天地配称为三财 所以三财是天地人配称为三财 那么为什么我们人不能跟天地共长久呢 为什么 当我们想跟天地共长久 我们必须这么做 叫做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各位 我们人要效法地的宽厚 薄厚 他能够承载一切 我们必须要效法它 地法天 地必须效法天的包容 你看宇宙 他能够包容一切 地法天 天法道 道的运行当中 他寻找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 这个准则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那道法自然 一切都是自然生成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一定要战胜自己 所以各位前行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用打败别人 我们先战胜自己 你试看看 开始战胜自己 想象一下 我们学习圣贤 不断的从始至极 爱惜至极 庄严至极 栽培至极 重用至极 接下来忘记自己 当你忘记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达到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而然 你就可以成就自己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探讨 所以六 当一个人常估失皆始 他万而转向思考 是一种习惯 各位 人家说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当你人转的时候 心转 境界就转 不要走入死胡同 当你走入死胡同的时候 你常估失皆的时候 你找不出原因的时候 你找不出方法的时候 各位 所以转向思考 是一种习惯 让自己马上转个弯 自然而然就会不一样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继续来探讨 所以每一个路口便有一个关卡 路不通时只能改善自己 调整自己 换个思维 调整脚步 再继续前进 或许就能柳暗花明 有路可以走 各位前选 每一个路口 都是一个关卡 每一个路口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当路不通时 怎么办 我们就马上改善自己 调整自己 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罗马是目标 但虽然每一条道路 都可以通罗马 但当你还没找到 那一条道路之前 记得 改善自己 调整自己 换个思维 马上调整脚步 这一条路 为何不通 当此路不通时 你硬要继续往前走 你只不过撞得满头包 各位前选 所以当我们调整脚步 我们让自己调整一下 当你在调整的时候 人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自然而然 你在休息当中 在调整脚步当中 自然而然就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 各位前选 记得 每个路口都会有关卡 此路不通时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何谎休息一下 调整自己一下 喘个气 休息一下 当你换个思维 在把步伐调整之后 再继续前进 你就会发现 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自然又有其他路 可以走了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探讨 所以七 当一个人沟通不良时 他忘了真诚倾听 是一种习惯 各位前选 当你跟别人沟通不良的时候 怎么办 人家说最高明的行销 不是你讲给别人听 而是倾听 倾听是最高明的行销 为什么 我们一般人多喜欢讲 可是你知道吗 Top of Sales 最高明的行销 你可以去跟他研究 跟他探讨 跟他征询 他给你的答案 不是我很会讲 而是我很会听 当你是有真诚倾听 你把这养成习惯的时候 这个就是宇宙间最好的沟通 你可以试看看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来探讨 所以我们要停止抱怨 是修行的开始 懂得还行 是修行的根本 学会转念 是修行的诀窍 不要看别人的错 你看到的只是你的业障 不要怪静远的恶 你遇到的只是你的因果 各位泉贤 请问一下 抱怨可以改变什么 当你在抱怨别人不好的时候 别人听起来 会不舒服 当你抱怨 你家里的 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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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因为你的抱怨而变好 不可能的 叫impossible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真正想要创造幸福的人生 让你的幸福的人生 好好的经营下去 营造下去 各位前写 第一件事情 停止抱怨 是幸福的开始 是修行的开始 当你在停止抱怨的时候 你又知道懂得还行 这个是我们修行的根本 是幸福的根本 学会转念是修行的诀窍 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遇到挫折的时候 学会转个念 让自己用不同的思考方式 来想你的问题 困难跟挫折 你又有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答案 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各位前写 要记得 当你不断地看到的 都是别人的错 用一句话送给你 那是你的业障 不要怪近远的恶 因为你遇到的 都是你的因果 各位前写 别人如何对待我 是我的因果 但我如何对待别人 是我的修行 是我的修持 你的修持境界高的时候 当你看到的别人 都是OK的 都是没问题的 各位前写 要记得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继续来探讨 所以八 当一个人自以为事实 他忘了不断学习 是一种习惯 学习是低心下气的锻炼 学习是向上跃进的助力 学习是增长智慧的过程 学习是修持真理的工具 所以各位前写 我们不要自以为事 其实一山还有一山高 我们要不断地让自己 养成学习的习惯 不断地充实自己 让我们来学习低心下气 这是我们最起码的锻炼 让我们随时学习向上要进 这是你成功的助力 让我们不断地学习 让自己透过学习当中 不断地增长智慧 这是你成功 自然而然必须经过的过程 让我们透过不断地听话 听课 在修持真理当中 让自己养成 不断学习自然而然 我们离成功 就不远 离你的幸福人生 就不远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来探讨 所以九 当一个人骄傲 狂放使 他忘了感恩习福 是一种习惯 人都有自己的长短 莫陷几长 也莫陷人短 莫论是非 凡事感恩再报恩 自然一路就能始终如一 各位前贤 我们要成就 我们让自己真正的幸福人生 能够长长久久 必须要感恩习福 我们人绝对不要骄傲狂放 当你骄傲狂放的时候 各位前贤 骄傲的人一定是仰着头 有时候都会撞到头 所以各位 我们宇宙弯路 人都有自己的长跟短 不要信要自己的长处 也不要嫌别人的短处 我们为人处事 莫论是非 凡事感恩再报恩 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这样 一路的始终如一走下去 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有所成就 我们再回到本文里面 继续来探讨 所以结语 学会定位 为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学会定位 为自己奠定成佛的基础 各位前贤 我们随时随地 要给自己 找到自己人生的道路 让自己定位 人家说 如何让自己定 有一句要这么讲 叫人定胜天 什么叫做定 有人这么形容 人一定可以胜天 对不对 人胜不了天的 但为什么叫人定胜天呢 他所谓的定 是让你学会定位的定 也就是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当你这个在定 静 安 律 得之后 最终我们就可以跟天地共长久 所以最后的结语 或许跟各位分享 要让自己学会定位 也就是为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 你的人生道路 你幸福人生的道路 如何走 你要找出定位 当你学会定位的时候 自然而然不止你的幸福人生 你能够经营下去 能够长长久久 更可以让你自己奠定成佛的基础 为什么我们要奠定成佛的基础 因为唯有你让自己学做佛 学做先 学做圣贤当中 我们让自己的整个level 水准提高到学做佛 学做先 学做圣贤的时候 你的目标够大 那前面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各位浅姐 为什么你有问题 因为你的目标不够大 当你的目标够大的时候 你的幸福人生自然而然就可以营造起来 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拥有幸福的人生 祝福你